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日 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过程两气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拍摄的影响 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各国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仪式 外交部19日回应称 这是典型的美式闹剧 注定不得人心 也不会得逞 近日 美舰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19日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穿航行动全程跟踪监视 严密防范警戒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 截至2021年5月18日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赐以3568万9000剂次 近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举行视频会谈 总台台长盛海雄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转播奥运赛事版权合作 央视奥林体克频道开播等工作达成一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0日消息 天州2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因技术原因推迟实施 发射时间另行确定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公安部19日消息 2020年全国有315名民警因工牺牲 平均年龄46.3岁 今年1至4月69名民警因工牺牲 民政部19日消息 今年6月1日开始 将在辽宁 山东 广东 重庆 四川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离 跨城通办试点 在江苏 河南 湖北 武汉 陕西西安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城通办试点 试点期限为两年 近日 教育部 财政部通知要求 加大体育 音乐 美术等警区学科教师培训密度 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右小前接 少先队工作 预防校园欺凌等内容纳入教师校园长培训 19日 辽宁营口市鲍鱼圈区熊岳镇 辽海花园小区 鲍鱼圈区鸿海社区以海富都小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针对个别婚姻登记机关 称5月20日不办离婚登记仪式 民政部19日回应称 办理结婚登记 离婚登记同属于婚姻登记机关的法定职责 19日 湖南女法官遇害案一审宣判 认定被告人向会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赔偿经济损失38781.5元 记者从湖南长沙市纪委监委获悉 长沙一官方文件出现自相矛盾的不当表述 6人被问责 19日 云南通报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明珍高尔夫球场整改不利问题追责问责情况 昆明市政府等5个责任单位被通报问责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武斌等6名省管干部被追责问责 19日 上海二中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违谢儿童上诉一案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以违谢儿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5年 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4年 据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18日21时至19日15时 多家专业机构对赛格大厦的震动、倾斜、沉降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该三项指标均远远小于规范允许之 监测数据未显示异常情况 中央气象台19日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19日20时至20日20时 江南、华南以及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福建、江西、浙江、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8日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总量已超过15亿剂 据美媒当地时间18日报道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告知特朗普集团 对该公司的调查不再仅限于民事范畴 将积极调查特朗普集团的刑事犯罪问题 据美媒报道 五角大楼近十年内组建了一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秘密军队 至少有6万人 其中过半人员有特种部队背景 日前 捷克总统泽曼就捷克参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 向道访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其道歉 并请求塞尔维亚人民的原谅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